俄乌冲突爆发 谁在发战争横财 最近 据美国国防部前官员披露 在华盛顿不少的游说公司 军工企业和国会大厦里的人们 正在悄悄地开香槟庆祝 他们在庆祝什么呢 美国股市数据显示 2月24号至3月28号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股价上涨超过13%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上涨超过13.4% 通用动力公司涨幅超过10% 俄乌冲突爆发 美国军工企业股价大幅上涨 谁在大发战争横财 这还用说吗 为了继续发财 美国不择手段 有意将冲突长期化 说白了 俄乌冲突越久 美国赚得越多 美国渔翁得利 美国是俄乌冲突的幕后操盘手 美国国会前众议员土耳西加巴德指出 美国只要保证不接纳乌克兰加入北约 就可以阻止俄乌爆发战争 然而美国偏不这样做 美国做牌打牌 短价矛盾 为维护自己的霸权 信口辞黄 甩锅推责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 美国一会儿诋毁中国事先知晓 但没有阻止战争 一会儿威胁中国若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 将面临后果 一会儿妄称俄罗斯请求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一会儿假惺惺呼吁 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 美国打着所谓规则旗号 破坏国际秩序 制造对抗和分裂 企图借机渔翁得利 既不负责任也不道德